這位警察先生 和中山分享 大家好 我這邊其實要把這個結尾 因為他8月11號 給我們市長公司 我們是跟他說 基於15檔以外的北檔的這個保存 才能確保 當時我們所屬的15檔不夠 因為基前五三空檔要留四十九檔來講 其他的房子都可以住 所以我們希望說 有土壘的人 醫療的死亡 那人家經幾檔會留給我們住 530保留方案所承諾續續的範圍 那這個是現在捷運局發公文給我們以後 只能承諾續續的 只能承諾安全的範圍 就是這邊的只剩下15檔 也就等於砍掉了一半之多 或許行裝捷運機場的地質專案報告 曾經涉嫌作假舞弊 那去年我們已經針對 台灣市區工程公司的中工台等人提出告訴 並且要求捷運局 必須重新再尋找公證第三人 重做地質專案檢測 今年5月捷運局 才終於委託 台北市大地機師公會的人 來樂森院做地質專案檢測 但是我們發現 台北市大地機師公會 與台灣市區工程的周公台本人 關係密切 因為周公台是該會的創始者 及第二屆敵士 又是現任鑑定 鑑定小組的委員 所以我們強烈質疑 這根本就是求援兼裁判的行為 地質專案的數據 有造假的嫌疑已經被提出這個告訴 那他也已經用真治案來偵辦了 那我們知道說在法院 如果是他治案就是嫌疑比較小的 用真治案就是嫌疑非常重大的 委託這個做環品的 做規劃設計的這個台灣市區 其實在環保界是惡名昭彰 他做了許多錯誤的這個環品 甚至他還涉嫌抄襲人家的案子 今天我們會來捷運局 其實我是有點驚訝 捷運局的門口寫這個 台北市民當家熱線1999 那什麼叫市民當家 我們實在是很懷疑 為什麼只是幾個人在這裡 要派出那麼多警察 同樣的陣仗 我說同樣的陣仗 我們同樣出來抗議的人數 在台北市政府都沒有那麼多人 那到底捷運局在怕什麼 不要那麼辛苦吧 好不好 不是不要那麼辛苦 你還要來四六間 其他那些都可以跑啊 對不對 那十九間 抗電器那個就 沒有了 其他那些都不一樣 反正都不夠了 拜託 今天捷運局回覆給我們說 他只能保證其中15棟的結構安全 那這樣是不是代表 從去年到現在的推動這方面 根本是一個騙局 我想今天提的一個是 敘述區域動數問題 一個是地址 我想我們以往都說明過了 那今天大家也提過這個意見 那我們也會回去 研讀大家的意見 給自救費這邊 一個有書面的說明 好不好 研舉現在是不是不能保證 熱生院保存40棟建物 所有建物的安全 政府訂的方案 現在是不是只這15棟能保證安全的 我們還是按照去年5月30公共會的方案 繼續進行 那大家有一些疑問呢 我們其實以往也都說明過 那我想今天大家又再提出這兩個問題 我們還是會用書面 書面的聲明是過去檢舉已經回復給我們 就是我們曾經發文給檢舉要求說 既然政府劃定40棟的建物要做古蹟保存 那應該就可以保證這些建物的安全 所以這個願名去除的範圍應該也可以擴大 但是檢舉回復這張文給我們說 40棟裡面除了15棟目前規劃的序範圍之外 所有的建物他們都不能保證結構的安全 所以我們在這裡今天要質疑的是 當初工程會跟捷運局所有政府單位 合意做成的這個方案 說要保存40棟樂生的建物 號稱捷運影響最少樂生保存最多 可是到今天呢 今天只跟我們說40棟只剩下15棟 那我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在試做的時候 到底多少公會安全 目前捷運局設計完的方案是保存40棟 這個是並沒有變的 那所以不是說保存40棟 保存40棟 所以我們還是依照公同的方案去進行 那大家這樣的說法引起一些誤解 我想我們還是用一個書面的這個說明 我們現在就是說 同意保留15棟做續住區 那續住區以南也是保留的院設 只是 但是沒有辦法保存安全 沒有保留你 我們不保證它住在裡面的一種結構安全 不是可以這樣嗎 住在裡面的一種 住在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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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的保留嘛 保存的完全可以保存 到底是怎麼樣的不安全 它不能說不安全 你緊靠著邊撥 不能說不安全 到底要不安全 那誰可以住人 保留安全可以 保留安全可以 指定估計不是捷運局能講 這不是捷運局的權責 可是捷運局說一定沒有問題嘛 捷運局委託了這個 台北市大地基礎工會 他跟我們提告了周公台經理 關係非常的密切 那這樣子不就是求援基礎裁判嗎 這個不是捷運局導的大地基礎工 我已經先說明 因為在施工中做補充基礎調查 是施工中合約的 本來就可能會做的事情 因此這個都是 捷運局是主管機關啊 對 這個是 這施工中的補充基礎調查 是由廠商啊來執行決定 基礎工會我相信 他們會有一個很妥善的處理發生 但是現在就是 等於是周公台就是這個 工會重要的成員嘛 又是創會的理事長 那捷運局還同意他 來做這個地質實驗 那這樣還稱得上是公正的嗎 我們不是同意周公台先生 來做這個地方 我們是同意我們的廠商 委託台北市大地基礎工會 但是關係的問題就要迴避的啊 沒有你剛才講的是說 廠商自己找 好好找他認識的也沒關係 在周公台明顯 他就沒有去迴避那個利益的問題 我想 所以 這個 這個講法引起誤會 不是找某一個人 是找工會這個團體 該講得清楚 工會跟周公台先生 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不能迴避 我想 這個事情啊 工會會做妥善的處理 好不好 而且他是鑑定小組的委員 我想 到時候成果 到時候試驗的結果 不會是鑑定小組的 看病嗎 沒有干涉了 我想 工會會做妥善處理 我相信他們都會考慮這些事情 好不好 我們說明 我們看到今天檢局 檢局這樣子 縱容 縱容 台灣市區的周公台先生 又來做第二次的試驗 縱容這樣 雜確實上 在一些雜確